偶然在晚上看到这样一折评价 吴静璇真的是担待女性的典范 欺慕胡适但穿不卑微 最后选择了和自己合适的原家流 秩序相投三观其合 水廊不轰轰烈烈 雀也细水掺流 在女性备受启示的美国 她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很多了 除了诺佩尔奖 几乎获得物理学奖所有的浓语 鲁齿分鼓不得不服 那个来自书州水下 说着无浓卵语的姑娘 是鲁克一步步周上和物理女王 在世界物理历史上留下绚浪一笔 我想她的故事 她的爱情 她的生活态度 或许都值得我们学习 以好的加分终身的心理营养 1912年吴静璇出现在出收泰州刘和正 他的父亲吴仲毅是个思想开明 又但是有见解的了 他提倡男女平等 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不习学校 独立女孩子上学 后来包括吴静璇在内 刘和正这个小地方 到上海苏州念书的女孩子 近超过50个 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 受到父亲的印象 吴静璇从小就开始十字看书 在那个男女还不平等的年代 她已经下定决心 要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这份独立坚强贯穿了她的一生 1923年11岁的吴静璇 参加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的露水会考 并在接近万能的考上中 以第九名的优异成绩成功露水 1929年吴静璇以最佳成绩 从苏州女师毕业 十年进入中央大学 攻读数学专业 之后因为兴趣实量 又转到物理系 从此开始了夸挂的一声 而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却偏偏要拼才华 不得不说 年轻时候的吴静璇 长相就极为出众 总是穿着旗袍 说话温温和和 带着男方姑娘特有的龙美 这颜值 即使放在娱乐界 也照样能搭 简单的旗袍 却走出了高定的感觉 出生在树香门地 颜值气质出众 赢得当时无数人的追求 他本可以找找找 一个家庭优渥的男人结婚 从此过上顺遂无忧的生活 然而吴静璇却没有丝毫有余 拒绝了所有追求的男孩们 他不愿后半生 都依靠一个男人活着 1934年吴静璇从中央大学毕业 受评到浙江大学 任物理系组长 不久就进入中央研究院 重拾研究工作 对于当时的女生而言 在事业上能达到这个高度 已经足够了不起了 但吴静璇却始终觉得 自己似乎可以走得远一点 更远一点 1936年他告别父母 孤生一人前往美国 温和的姑娘 固执力却有着 不输给男人的感情 山在当时的美国 不仅存在性别启示 对中国人的启示 同样力见不鲜 但没有人敢小瞧 同样从东方来的姑娘 曾在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想要公平就要强大 远远不要寄希望 与别人给你公平 只有自己 才能给自己带来公平 前提是 你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 你有足够的实力 你的底线和原则 才会被别人尊重 而吴静璇用绝对的实力 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尊重 1939年 由赛格瑞 指导吴静璇进行的实验 研究油原子和粉底的产物 他的一下结果 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 曼哈顿计划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 吴静璇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倡与美国最急迷的制造原子弹的 曼哈顿计划 并且负责的是 曼哈顿计划中 极其核心的观众 1945年 7月16日 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沙漠中 人类第一颗原子弹是包扯风 上个礼拜后 投摘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 直接促成了二次大战的结束 奥克拉论坛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 在一个进行原子撞击 咳水研究的实验室中 一位娇小的中国女孩 为美国一些最高水准的科学家们 并肩滚着 1957年 吴建玄经过多指实验 证实了杨振宁 李正道提出的设想 若相互作用中对称不守恒 这在整个物理学界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杨振宁和李正道 也因此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但这在当时极其引极大的争议 社数界普遍认为 没有吴建玄的实验结果 理知道杨振宁两人的理论 只是一种构想 吴建玄的实验结果改变了这一切 吴建玄应该当之无愧地 与他们共同分享诺贝尔奖 1957年 吴建玄在纽约宣布 语称不守恒的革命性实验 获得成功 虽然一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但他却获得了除诺贝尔奖以外的 几乎所有大奖 被誉为东方距离夫人和物理女王 物理学第一夫人 这是美国物理学历史上的 第一位女性会长 她的成绩正如美国撞记 作家评论的那般 吴建玄不仅在物理学领域 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 她还为现代物理实验 鉴定了很高的标准 这个标准远远不会过失 是会过于吴建玄的一生 有三个男人不得不提 第一 这来是她的父亲 对于她的影响挂穿了她的一生 第二位 这是我们不陌生的胡适 吴建玄曾在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一生受过父亲和您的影响最大 早在书州女士时 我就听过胡适的讲座 对才华横意是想开明的胡适 和是仰慕 在去中央大学的前一年 她曾经入上海的中国工学 并选修了胡适的课 受益破分 此后的学习研究路上 两人也一直保持着友好联系 一直胡适在旅行中 看到物理学家卢舍福的书信机 认为那是一在美国 念物理学的五件学 一定会感兴趣 便买了顺给她 胡适常感叹道 我一生到处闪花种植 绝大多数杀在石头上的 其中有一粒杀在高银的土地上 展出了一个吴剑舍 我也可以万分欺慰了 但吴剑舍对胡适的轻慕情怀 以及后来胡适对她的赞赏和照顾 都未成超过时深的情 属于吴剑舍的爱情 发生在她前往美国读书的时候 由于气质出众能力超群 但是吴剑舍的追求者并不在少说 那她却对爱情看得通透 她所希望在一起 从来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 而是一个与她势均力敌 理解并支持她的 而最终后来的高能物理学家 袁家居 走进了她的世界里 很多人提到袁家刘 所想到的是 她是袁世凯的孙子 然而吴剑舍却被她 对物理的乐爱所打动 在确定关系后 吴剑舍曾在给皮恩牛的 适应中写 在上个月共同生活中 我对她了解得更为透彻 她在沉重工作中 显现的奋险和爱 赢得我的敬仰和眼目 我们狂乐地相爱着 1912年 两人正式结婚夫妻 婚礼简单而论中 但是也在加州理工求学的潜水上 还为两人拍了一部八号 这辈子遇见爱遇见信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见了解 袁家居无疑是 那个最了解吴剑舍的了 吴剑舍和袁家居之间 没有多昏昏烈烈 臭院55年诠释了最好的爱情 真正幸福的关系 应该是两个心智成熟的人的 比之陪伴 在爱情保持独立 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 各自有稳定的工作和交际圈 在成长路上一路扶持 又在对方面前 真的独立又亲密 相爱又自由 没有斗智斗云 只有相辅相成 不作为绝对的舍败 吴剑舍却又不是 人们印象中呆板的书呆子 江财健在书中写的 吴剑舍每周二上一次礼拜 一周抽空看场电影 对艺术作品也颇有雅气 在物理所附近的住处 物质已十分雅精 他在美国的律制出了结婚那天 他身上穿的永远是中国的旗袍 即使一天都在这实验室里 也永远打扮得认真 对他颜值不仅是对自己 对贪恋的重重 也是对生活的重重 年纪让他不负貌美年轻 但从未带着他的精致和优雅 吴剑舍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讲究 回顾吴剑舍走步的路途 回顾他的一步一步 有一个连英语都说不好的年轻女孩 在上十年代 孤生来到当时女性从事科学研究 又相当严重歧视观念的 美国凭借过冷的毅力 在十十年代 曾为巨树功论杰出的物理水家 并通过完成好几项 世界一流的科学实验工作 垫垫在物理历史上不朽的地位 这一段漫长的生命历程 担得上一句不负耻声 我们或许终其一生 也无法在学术上达到他的高度 但他若你能从他身上 得到一些启示和感悟 并已经足够 感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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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